HELLO 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我是刺虎 會看我影片的各位,我想多少都是對任天堂遊戲有興趣的玩家吧 任天堂本家旗下相關的遊戲IP真的很多 我過去有分享過很久沒有出被遺忘的那些本家遊戲 不過在這麼大量的IP當中 有些IP靠著周邊賺了很多錢,例如寶可夢 有些IP拍成了電影,例如瑪莉歐 那如果單純只看遊戲的話 任天堂本家當中最賣錢的IP又會是哪一些呢? 國外有網站就整理了歷代的遊戲銷量 把系列作品的銷量統計了起來,做出了一個排名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前10名的IP是哪一些吧 首先,銷量累積第10名的IP,腦斷鏈系列 最初的作品是2005年在NDS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19年在Switch上推出的遊戲 系列作品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3400萬套 這個系列出現在榜單當中,老實說我很意外 這款遊戲在當年推出的時候 主打的就是它的遊戲內容 由經過日本的神經科學家 穿導龍泰教授進行協力製作 目標是讓這款遊戲真的能夠成為人們鍛鍊腦力的工具 當時任天堂在NDS上就已經在實行藍海策略的行銷方式 這款遊戲很自然的就吃到了非主流遊戲群體的電波 系列光是前兩款作品 全球的銷量累積就達到了3300萬份 沒有錯,實際上後續在3DS跟Switch上推出的版本 銷量就相當普通了,之所以能夠上到前10名當中 完全是依靠遊戲初期的輝煌 看來隨著其他系列的銷量持續累積 這個IP離開前10名也只是遲早的事情了 再來是銷量累積第9名的IP,薪之卡比 最初的作品是1992年在Gameboy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23年在Switch上推出的 系列作品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4100萬套 我原本以為卡比會有更好的成績 不論是在排名或是銷售量上 後來我看了一下卡比在Switch上的表現 探索發現是Switch上賣最好的遊戲 目前累積賣出了646萬份 而它也是歷代卡比中賣的最好的作品 以這個數字來看 確實卡比在遊戲的銷量表現上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不過卡比本身的IP價值 在商品面上的呈現就真的很厲害 日本還有卡比的咖啡廳與專賣店 基本上想要預約都有一定的難度喔 隨著探索發現嘗試出了新的類型之後 很期待卡比系列在未來的銷售表現 再來是銷量累積第8名的IP Game&Watch 最初的作品是1980年推出 最新的作品是2021年推出的薩爾達傳說版本 系列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4300萬套 老實說我不太確定喔 這到底應該要歸類為IP還是歸類為主機 Game&Watch實際上是任天堂最早期推出的掌機 也是因為有了它才有了後續的任天堂嘛 這台主機沒有更換卡夾的能力 遊戲本身是綁定主機的 並且不同的機型累積起來喔 大約有59款遊戲 後來隨著新的主機推出 幾乎在每一個平台上 都可以看到任天堂針對Game&Watch做出移植復刻 加上任天堂明星大亂鬥這款IP大混戰的遊戲當中 又讓Game&Watch以一個角色的身分出現 那確實或許把它稱為一個IP也沒有錯啦 而這邊的累積銷量實際上就是當時Game&Watch的主機銷量 以那個年代來說這個銷量是真的非常厲害了 再來是銷量累積第7名的IP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 最初的作品是1999年在N64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18年在Switch上推出 系列作品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6600萬套 《大亂鬥》這款遊戲的熱門 雖然在台灣感受上可能比較還好 但在國外的各大賽事 可以感受到玩家對這款遊戲的瘋狂 遊戲在定位上是把任天堂旗下的IP收入進來 成為了任天堂的博物館 如果有你沒接觸過的角色 也或許能夠透過《大亂鬥》來認識到它 這樣的狀況到後來更加擴大 第三方的遊戲開始慢慢加入 各大廠商也都開始希望 自己的遊戲IP能夠進入到《大亂鬥》當中 讓這款遊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Switch上的版本在每次DLC新增角色的時候 都會吸引到大量的玩家關注 並且討論這個角色有沒有資格加入 光是Switch上推出的版本 目前的累積銷量就來到了3177萬份 是相當驚人的銷售 目前台灣在這款遊戲上 北中南也都有相關的社群賽事 有興趣的玩家也可以考慮 加入到《大亂鬥》的行列當中 再來是銷量累積第6名的IP 《動物森友會》 最初的作品是2001年在N64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20年在Switch上推出 系列作品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7000萬套 對於不少中文圈的玩家來說 可能是到了Switch上的版本 才第一次接觸到這個系列 畢竟也是這個版本才有資源中文嘛 不過在國外這款遊戲過去就相當火紅 藍海策略的任天堂 利用這個IP吸引到大量的女性玩家與長輩玩家 國外還有知名的動生奶奶玩家 不過這個IP確實也在Switch上達到了銷量的突破 目前光Switch上的版本 累積的銷量就來到了4279萬份 造成這個結果的 我們終究不得不提到當時的疫情 讓很多在家裡的人選擇嘗試這款遊戲 但也因此拓展了IP之後 在下一代的遊戲當中 這些玩家能夠有更高的機會 再次回到悠閒的《動物森友會》當中 我自己未來的版本也絕對都會持續玩下去 再來是累積銷量第5名的IP 《東奇剛》 最初的作品是1981年在街機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18年在Switch上推出 系列作品的累積銷量突破了8200萬套 這個IP我想是我這次最驚喜的前幾名了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東奇剛》這個IP的總銷量有這麼高喔 如果仔細看的話 實際上《東奇剛》系列在當年真的很紅喔 最初的版本累積的銷量就來到了1703萬份 而在超任上推出的《超級東奇剛》 在當時的超任上 以900萬份的銷量拿下了《超任遊戲銷售排行》的第二名 甚至贏過超任上的《馬利歐賽車》 跟所有的薩爾達傳說 也因為這個系列持續都有推出重置跟移植 這些遊戲也都在持續累積遊戲的總銷量 最終《東奇剛》這款遊戲拿下了驚人的 累積銷量並且趴到這個位置 但是實際上根據過去它的遊戲表現 《東奇剛》確實足以稱得上是一個知名的遊戲IP Switch上的版本本是一支作品 也沒有支援中文我想應該有不少玩家都在期待著新作品能夠趕快推出 再來是銷量累積第四名的IP《薩爾達傳說》 最初的作品是1986年在紅白機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23年在Switch上推出 系列作品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1.33億套 這個IP能夠有這麼好的銷量 我想各位應該都不會太過意外 比較意外的應該是這個IP並沒有進入到前三名的排行當中 實際上以遊戲的分類來說 這樣的結果並不會太過意外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投入在冒險解謎的玩家 那麼這個IP歷代的作品 不論是在內容的創意上、系統的突破上、遊戲的可玩性上 都能夠讓你耳目一新 甚至薩爾達傳說有好幾款作品都成為了業界的標竿 然而實際上正是因為這樣的遊戲類型 它就不可能真的適合所有人 有些人只想放空玩遊戲 不喜歡解謎卡關的感覺等等 薩爾達系列的作品對它來說玩起來就會有點痛苦 與其選擇薩爾達不如去玩個麻溜等等 直接導致這款遊戲在定位上成為了愛好者瘋狂遊玩 但在任天堂的IP中卡在尷尬位置的狀況 不過玩國之類的銷量 確實很明顯的有在做出突破 開放世界讓玩家更不容易感受到卡關的不舒服感 或許系列未來能夠有所突破也說不定 再來是銷量累積第三名的IP Wii系列 最初的作品是2006年在Wii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22年在Switch上推出 系列作品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2.04億套 看到Wii第一個想到的果然還是主機 不過實際上Wii還真的有推出一系列的遊戲唷 某種程度上來說好像也不算系列唷 總之在體感遊戲前面加上Wii就成為了同一個系列 最知名的就是在Wii上推出的Wii Sport 後來還有推出獨家聖地、俱樂部等等 在Switch上雖然沒有掛名Wii了 但在分類上Nintendo Switch Sport被分類在同一個IP當中 如果真的把這個系列當成一個IP 那它的銷量確實很誇張 光是Wii Sport的銷量就有8000萬份 Wii Fit自己本身也有4000萬份 Wii Sport度假聖地也有3000萬份 這些遊戲在當時幾乎是霸榜了Wii平台 總之我們不得不承認 這是一個很賺錢的IP 但考慮到未來性 這個第三名應該做不久就是了 再來是銷量累積第二名的IP 寶可夢系列 最初的作品是1996年在Game Boy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22年在Switch上推出 系列作品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3.8億套 寶可夢這個IP我想我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討論 如果單純只討論IP價值 它有動畫與其他的周邊是世界上最賺錢的IP 這樣的成績是真的沒有多少遊戲能夠做到 老實說我也很好奇 寶可夢的基本盤還會不會繼續增加 最後是銷量累積第一名的IP 瑪利歐系列 最初的作品是1985年在紅白地上推出的遊戲 最新的作品則是2023年即將在Switch上推出 系列作品的總累積銷量突破了7.63億套 其實這個整理把瑪利歐所有的相關遊戲都算了進來 某種程度上來說確實有點不公平 但實際上如果單純只看主系列的話 主系列累積銷量3.9億也略勝寶可夢一點點 瑪利歐終究還是拿下了第一名的位置 瑪利歐很明顯的是任天堂近期很用力在推的IP 有電影、有遊樂園 給人的感覺有點像是要把瑪利歐做到寶可夢的程度 不過確實遊戲只要掛上瑪利歐 銷量基本不會太差 是任天堂本家的銷量保證 目前的電影跟遊樂園也都很成功 最終瑪利歐能不能夠成為寶可夢等級的多元型態 我想這確實值得關注 以上就是任天堂最賺錢的10大IP 不曉得前10名的榜單跟各位預期的有沒有一樣呢? 有些IP我看到的時候真的有一點意外 沒有想到它賣了這麼多 大家最驚喜的是哪一個IP呢?歡迎留言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祝各位遊戲愉快